坐著辦公 坐著看電視 坐著休息 研究證實一天當中坐著的時間太長 小心致死率風險提高最高超過兩倍 每天要進行中強度運動 一小時以上才有救 單一的一個致死時間一場 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的血液的回流收阻 那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形成一些血塊 如果說那個血塊跑回去 我們的心臟裡面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急性的肺酸症 那是一個集中針對於可能會有致死的風險 九座要小心心腦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 肥胖 癌症 憂鬱焦慮等疾病上升 進而增加死亡風險 只要九座超過9小時 死亡風險增加22% 超過11小時增加50% 超過15小時死亡風險增加至2.15倍 九座是許多上班族不可避免的宿命 但復健師教導一些辦公室小運動 還是可以避免九座傷害 其實我們會建議大概30分鐘到一個小時站起來 做一些脖子的一些活動 例如我們可以用右手 然後去拉我們左邊的頭 那做一些延伸 讓脖子的肌肉延展開來 我們可以用雙手背在後面 讓我們的頭部往後仰 讓我們前面的一些胸肌 跟脖子的一些肌肉也延伸開來 九座不可避免 但九座一族可以從簡單的動作開始 常提醒自己動一動 避免死亡疾病上升 記者張昭彭王浩慈採訪報道 那麼輕鬆甩